第三十九章 扶杀 叶西文慢慢掉了上去 不仅不慢地跟在这些人的后面 他的天仙部也修炼到了极为高深的境界 跟上这些人根本就不是什么难事 叶西文一路跟着众人来到了城外一处偏僻的山谷处 大清城城主赵岩带着大清城的众人 约莫着五十多人 一路即行 速度很快 身后不远处已经出现了玄魔谷的众人 玄魔谷的谷主温斌是一个相貌平凡的中年男子 只是脸上满是阴狠的神色 小心 后面有人 大清城城主似乎是发现了后面的玄魔谷的一行人 哈哈哈哈 不愧是大清城的城主 玄魔谷的谷主温斌哈哈大笑说道 声音沙哑 高声一笑 犹如破声了一般 听着有些甚人 既然被发现了 玄魔谷的谷主也丝毫不扭捏作作 顿时领着众人杀了上去 是你 温老摩 大清城城主赵炎眯着眼睛说道 雄厚的气息冲天而起 嘿嘿 赵城主 你也是一代人杰 当初单枪匹马在大清城站稳脚跟 也是一个人物 我也不拿话气你 交出先天丹 我就立刻离开 以后我们玄魔谷必有后报 温斌嘿嘿一笑说道 声音沙哑 你这是要和我们大清城宣战 和我们大越国朝廷宣战 不怕朝廷的争搅大军吗 赵炎淡淡的说道 你也不必唬我 对大越国朝廷宣战 我没那么大的心气 大越国朝廷厌能注意到 我这么个小人物 况且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大清城的成熟府 早已经是水火不容 他们巴不得你早死早超生呢 还想他们帮你 哼哼 温斌冷笑连连 揭穿了赵炎的话 撤 你们保护少主先撤 赵炎顿时喝道 他想得明白 这个时候赵启炎在这里 只是累赘 他一个先天高手 截然一身 来去自如 只要赵启炎不在这里 他就可以放手一战 想走 想得简单 温斌冷笑连连 一声爆喝 给我杀 温斌一声爆喝之下 身边的一种玄魔谷的众人 朝着对面大清城的众人冲了过去 犹如两股洪流 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跟着温斌和赵炎两个人身边的都是各自势力中的精锐 虽然人数不多 但是都是无比凶狠 朝朝之间狠毒 凶猛 温斌和赵炎两人直接狠狠地撞到了一起 赵炎使得一杆长枪 一股磅礼的气息透体而出 犹如是一名爵士战将 横扫而来 连挑几个冲得快的玄魔谷的弟子 没人挡得住他一枪 温斌一把长剑 犹如是人的毒蛇一般 一剑封喉 一招毙命 可怕无比 犹如是灵蛇出动一般 朝着赵炎的脖梗弓去 轰 赵炎长枪刺出 和温斌的长剑猛地撞到了一起 顿时一阵可怕的气浪被掀了起来 青色和血红色的真气 发生了剧烈的碰撞 发出震动空气的爆鸣声 两人都是先天级别的高手 打斗起来 恐怖的先天真气肆意挥舞 一阵阵气浪形成一道道风卷 赵炎明显比温斌要强上一筹 长枪如龙 频频出击 当当当 一声声金铁交鸣的爆鸣声传来 在这种生死相搏的情况下 双方没有一个感大意的 不过 玄魔谷的谷主温斌明显就比赵炎要差上一些 很快就落入了下风 邪手门的朋友 还不出来吗 我们先联手拿下这大清城的人 至于先天丹 我们再慢慢商议 玄魔谷谷主 温斌突然开口 说道 哈哈哈哈 好 我们先联手 把赵炎做掉 邪手门的门主 安元 哈哈大笑着带着 邪手门的门众出现 这个时候赵炎的脸色 终于大变 对付温斌 他还尚有把握 再多出一个安元 恐怕今天大事不好 安元很快就加入了 围攻赵炎的行列之中 在两大先天高手的围攻之下 赵炎几乎是立刻就落入了下风 叶西文没有继续看下去 而是绕了过去 朝着大清城少城主 赵炎的方向追了过去 绕过了峡谷 是一片山林 赵启言等人 在匆匆朝着山林中而去 少主 先别走 前面太安静了 突然 赵启言队伍中 一名有经验的侍卫说道 那片山林之中 居然一点声音都没有 太反常了 快 我们绕道回去 只要回到了大清城中 这些叛逆都得死 我要亲自带兵 平了玄魔谷 赵启言冷声说道 少城主 交出先天担 我就放过你一次 一声略微有些阴冷的笑声 从一处山坡上传来 赵启言一看 居然是携手门的少门主 安云鹏 安云鹏 你们携手门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居然敢服杀本少 赵启言大喝道 赵启言 你还真当你是个人物了 你以为你老子现在会来救你吗 他现在自身难保 交出先天担 不然的话 小心我不客气了 安云鹏惨白的脸上露出些许冷笑 是未听令 给我将携手门的人全部杀死 一贯嚣张的赵启言 顿时被安云鹏的话语气的哇哇叫 大清城的人和携手门的人 在双方少主的一声令下 绞杀在了一起 虽然比起赵吟 温斌 安云几人的战场有所不如 但是论残酷的程度 一点都不差 仆一碰撞 就足足有十几个人鲜血长流 倒在了土地上 赵启言拔出长枪直挺挺的杀向 安云鹏 双方都是各自势力中的精英中的精英 都是后天九重的高手 这才不到三十岁 不过一个势力强大于否 从先天以上的弟子的培养 就可见一般了 安云鹏一双携手拍出 血腥之气瞬间弥漫了整个战场 那些战死的舞者的鲜血 让他的携手功威力更大 再加上功力明显都比赵启言要高出一筹 几乎是在交手的瞬间 赵启言就被安云鹏压入了下风 赵启言身边的侍卫 很快也都被占有数量优势的 邪手门的弟子给屠杀一空